伊斯兰党的主席哈迪阿旺 开胎节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各个政党表达他的担忧 他说他很不认同美国司法部最近充公资产的行动 他暗示说有人想借助国外的势力 来解决大马国内的问题 而那是很危险的 然后哈迪就摆出了厚重的历史 苦口婆心 说到了当年马来半岛怎么被外国人殖民的 就是有人当年想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干预内政 才打开了那个缺口 然而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对于类似这种外国势力干预论 他就很不认同 针对包括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内的 国内部分政党领袖 对美国司法部充公来自1MDB资产的行动表示担忧 还重提马六甲当年被殖民的历史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 美国司法部充公资产的行动 并不是要干预大马的内政 而纯粹是为了打击美国国内的洗黑钱勾当 难道这也不行吗 也许哈迪提起的殖民历史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林冠英强调 如果美国真的想侵略大马 他们大可像对付伊拉克那样动用军事力量 不必透过司法行动来达成目的 另外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美国司法部的新诉状中并没有新的资料 因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不会针对1MDB案件采取新的行动